第一題下列有關力學波的敘述何者正確 選項A水波可將湖面上的落葉推回岸邊 這個是錯的 我們知道波動可以傳遞波形 可以傳遞能量 但是不會傳遞介指 因此它不能夠使湖面上的落葉推回岸邊 B力學波必須依靠介指擾動而傳播 這個是對的 力學波的意思就是必須要靠介指才能夠存在的波 所以選項B是對的 C 橫波的介指振動方向與波的前進方向互相平行 這個是錯的 我們上課教過介指的振動方向與波的前進方向互相垂直 叫做橫波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選項株彈簧波只能產生重波 這也是錯的 如果我們把彈簧前後抖動會產生錯波 但是如果我們是左右抖或上下抖就會產生橫波 所以選項株是錯的 所以第一題問我們說 有關於力學波的係數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力學波必須依靠介指的擾動而傳播 在這裏 我們明明知 從明知